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三号坑出土的这件器物残高半米左右 复杂的结构 奇特的造型 让考古人员一时难以解读它的含义 所以索性叫它奇奇怪怪 器物最底端是一个残缺下半身的铜人 它双手捧举方形座 头顶方圆契合的神坛 头顶方座之上 一个俯卧的铜人呈现出飞翔的姿态 仿佛正遨游神界 这是一场盛大的祭祀 还是高难度的杂技演出呢 神坛由四根尊形立柱支撑 立柱之上 两条飞龙顺势而下 它们前爪粗壮 紧紧抓住伸出的牛头 后爪称在立柱中上表面处 龙尾则向上延伸至立柱最上方 彰显出一种威严的气势 整个龙身修长飘逸 龙头造型尤为生动 龙脚向后延伸 龙笔顶着牙张 另外两根立柱尚步有孔 专家推测 此处脱落的同样是飞龙禽牛的立体装饰 整件器物虽不完整 但处处展现出宏大的格局 其设计铸造 堪称三星堆青铜记忆的巅峰 那么 这复杂的构造代表了何种意义 它的下部分又会是怎样的一份精彩呢 随着更深入的探索和研究 三星堆还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震撼和惊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